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把梁水明这一节说完 今天呢 是墨尔本一年一度的赛马节 这是大墨尔本都市区的年度盛事 全程放假 政府搭台 政府主导 政府带领全民一起参与赌博 这也算是一大 这个盛世景观 一边有需求 一边有供给 这就是市场 要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 发挥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中国政府不也这么说吗 至今不也这么说吗 这海南又封岛了 这海南封岛以后会变成一什么样的特区呢 我想 不用穷尽我们的想象吧 不用拍脑门都能想象的出来吧 那可能就是澳门加东莞 再加上金三角 八九不离十 我们说回梁树铭 这个梁树铭 五三年九月份 放着一大炮 跟毛铭叫板 尽管 最后自己翻人悔悟了 但他悔悟的更多的是他自己 在这个这样的场合 对毛主席采取了不恰当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至今 一直到他晚年 看他晚年 留下这些著述 口述啊什么的 没见他对于自己当初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或者说这种施政主张 有过什么深刻的反省 这也不奇怪 我估计他又反省不过来 他也反省不了 那么我们今天回头再看一看 梁树铭先生当初所说的九天九地之说对吗 毛主席为什么说梁树铭 他这种主张实施下去 那就是小人政 是对新中国这个新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有百害而无一意的 毛主席为什么这么 给他下这样的结论 这个以梁树铭先生 包括这个 这个叛国的这个张宗孙呢 张宗孙什么的 其实一大批长刨马挂 你知道新政协会上 那张宗孙不也是不穿西装不穿 皮鞋吗 这一辈子不就长划马挂 这个时时刻刻告诉 对方 我就是一正统的正宗的 纯粹的中国人 我不洋装穿在身 当然不耽误他对美国人 一往情深 头怀送抱 这些老学究们 在民国的时候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时候 轻易国政 至少画脚 自以为高明 甚至绝大多数都是为批评而批评 少有 甚至根本你找不出 他有什么建设性的根本的意见 解放前如此 那么新中国建立之后 这些老学究们 有过什么改观吗 建国之前的时候 他们手术两端 不仅对行将坍塌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 蒋凯深的政权 没有过实时性的帮助 他也可以帮的 手术两端 他们对于共产党 赢得天下 打下新政权 拿下新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有过一谋 一计的贡献吗 没有 绝没有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们也一样 其实对于他们建立新中国之后 这些老学究们 在新政权的这个领导之下 究竟对这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能有多大的这个贡献 能有多少 这个立地成佛般的这样的作为 我相信啊 董中国 知中国 董中国文人 知中国知识分子的毛主席 一开始 也就 没有 根本没有 对他们抱太大的 这个希望 为什么 非常简单 你说梁树铭 张东孙这些人 你就包括像马云初这样的人 一开始刚建国 前些年还比较进步的那种 这个张东孙卖国 这个事儿出来了以后 同样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 这个马云初 当时不说说按我的意见 干脆杀毙了 这个马云初 这个对张东孙那是绝对是 这个毫不留情 又主张枪毙的 你就包括马先生 他们这些人 从救中国过来的 这一大批所谓的后来毛主席说的 资产经济 知识分子 你说他们对于共产党 领导下的这个新中国的 这个新政权的本质 他们有什么基本的 都不用说深刻的 全面的 他哪怕有基本的这些个认识 那么我们要这么说他们 那都有点冤枉他们 都有冤枉他们 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个主张 到底是什么 他们有多少人了解了 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学 他们知道毛主席的新民族主义论和社会主义 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的这个革命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吗 他们知道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这些心怀的大志吗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毛主席的今天伟地的宏大的构思吗 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按照他们那个老经验 一直到四九年之前的时候 按照他们那个老经验 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那个生存树 所谓的张嘴闭嘴 子曰圣人云 只要引经据点 似乎就能够对治理一个国家 治理一个王朝 就大有帮助就可以 坐稳了时刻的这个角色和位置 荣华一生复过一世 并且蒙因子孙 但是他们不知道 时代变了 他们不知道 新兴的中国共产党 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兴的共和国 要干嘛 而他们要干的这些事 那根本不是你们这些个老父子们 子曰圣人云 和这个引的经据的点 就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 孔夫子的东西 孔梦之道的东西 对于治理一个现代国家 建设一个新中国 能有多大的帮助 他们在固执堆里面 也算是学富武车 学了大半辈子的这个学识 能适应建立建设新中国 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因应现代社会的 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 大规模开展国家公元化建设 这个需要 他们能满足吗 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了 他们同样缺少 或者是根本谈不上 他们具有像毛主席这样的 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的了解 和对于建设 和对于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深刻的认知 别指望他们 不可能的 那么 在毛主席之下 在一代有识之士的这个认知里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 当然了 也是喝着概括 包括共产党内 摇摆派就不错了 要不后刘少奇 为什么坚持新民主主主义 巩固新民主主主义 指须之类的 从毛主席穿越时空的认知里 作为一个贫穷落后 这个被打了一百来年的 一片疮痍的 一个满满妥妥的农业社会的中国 这样的一个不折不扣的 发展中的国家 甚至可能连发展中 这三个字是配不上 还是处于前发展期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样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 我们现在回头看 二战以后 尤其是二战以后 这个后发国家 经济发展中国家 这个发展战略 大致也就这么几条道 第一个呢 就是众工业优先 你看苏联的就是这样子 苏联就是这样 众工业优先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轻工业优先 你像很多中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很多都走的这个路子 马来西亚呀 印度尼西亚呀 什么的 这些中等的 后发国家 发展中国家 然后呢 你像进口替代呀 这个出口导向 进口替代呀 不是这个什么 这个出口导向啊 然后这个 出口导向和这个进口替代 这个病重啊 等等等等 这几条路 大致就是这几条发展方向 新加坡就是出口导向 是不是 邓小平 迷信的不得了的 是不是 见到李光耀 跟见到他祖宗一样 有求必应 把东南亚 出口共产党的供体都给断了 就为了换得一个 所有的新加坡的这个什么 这个治国理念 治国经验 那天天摸摸摸28度 那很热 那么很多中小小的这些 发展的国家 一般就是这样子 新加坡这种 出口导向 然后你像 刚才说的 清工业优先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 毛主席当初就深刻的认知了 要说为什么 邓小平上了以后 然后搞他妈 这种建立特区 来料加工 搞牛仔裤 扒一条牛仔裤 换一架飞机 等等这些东西 真是耽误了 中国的这个进步 最少耽误了20年 最少最少耽误了20年 你更不要 说在这期中 大批的这个机干产业废制 然后重工业大型工业企业下马 然后这个转型 从这个 这个国际民生的大产业 转化成 这种 吃喝拉扎碎的这种 这种小的清工产业 更不要说为了取悦于美国 为了博得美国人对他的放心 对他的信任 自费武功 刀枪入库不说 费了多少我们自己的大工业 大象 从干线飞机 电子工业 晶体管 等等这些东西 我给大家推荐就是 可能大家也都读不过 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个 二十世纪末的时候 应该说这是二十年前吧 非常重要的 一篇文字 就是一个 刘日的 一个理工科的博士 姓钟 叫钟庆 他当时呢 在网上发文的时候 一个笔名 文明于网上 他的笔名叫 愚蠢小猪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 看一看他的代表作 开山之作 叫刷盘子 还是读书 后来他又写了一些东西 包括 这个关于毛主席 信中国造东西的 一些论书 毛主席他们 为什么历井库 他要造东西 包括他一些 关于中国的体制的 一些议论 比如说 能造东西的体制 就是好的经济体制 比如说他说 能负起责任的 这样的政治体制 就是好的政治体制 等等 我觉得这个理工科 一个博士 这疏为难得 并且见解 真是历透之辈 是难得的 二十世纪末的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 重要的文字 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可以找来看一看 可以找来看一看 他的思路 他的理解 毛主席当时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毛主席深刻的认知到了 对于中国 这种地大人多 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 一个军事上的小国 经济上的小国 文化上不一定小 但是因为你没有基础 没有保障 没有后盾 所以你彰显不出来 但是你政治上 它确实是一个大国呀 是不是 你这么一大坨子 把人一放 你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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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再愚昧再落后 你对于任何周边的国家来说 构成的这种压力 那都是无形的 这些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最近这几年跟着美国 关于中国 关于南海 做了不少 让中国人觉得有点受不了的事 其实呢 从我的理解 一 这是澳大利亚二战以后基本的国策 美国人打谁 这就跟着打谁 因为美国取代了英国 像澳大利亚这种2000 现在才2400万人口 然后呢 孤全海外 就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一定要有所依附的 他一定要依附 一个大国 这是 应该说我是理解的 这种国策 理解 第二呢就是 澳大利亚之所以跟着美国 在中国的南海 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也不仅仅是为了讨好美国 他也是在给 东南亚这些国家 做给东南亚这些国家看 尤其是做给谁看呢 我觉得他尤其是做给 印度尼西亚看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里面 开的这个二第二万语课 这个政府极力主张和 这个支持大家学的这个语众 就是印度尼西亚语 所以刚来的时候 我觉得特奇怪 怎么学印度尼西亚语呢 这印度尼这个国家有什么 澳大利亚这么重 是呢 后来 想一想才能一拍脑门 说可不 没别的 印度尼西亚穷是穷 但是印度尼西亚是人口大国 这将近两个亿 印度尼西亚 他穷 是一方面 他只要不乱 澳大利亚还好一些 澳大利亚最担心的 澳大利亚其实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 最近的威胁 就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别的我说 印度尼西亚如果国内发生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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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的动乱 10%的难民 要从印度尼西亚开拔 开跑 往澳大利亚这一跑 澳大利亚彻底就完 立马就完 所以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优先发展 你无限于方向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相信澳大利亚 参与美国的南海的一些什么事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几方面的考虑 其中也有做给 这个包括印尼在内的东亚国家看 彰显澳大利亚 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的 自己的力量 也是一种战略威慑 所以对澳大利亚这些东西呢 我从理性的客观的角度来说 我报以理解 我报以理解 所以在毛主席看来 中国这样的大国 尤其是在这个新中国建立意识 是冷战那时候对峙 愈演愈烈 中国没有办法 只能选边站一边倒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 创业战争在爆发 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这个封锁 围剿 一百七十多项国际建议 比苏联都多 那个时候 整个的西方世界 对这个这个这个苏联的建议 好像最多的时候 才一百四五十项 对中国 开始建议 五零年战争之后 开始建议 就一百七十多项 那就基本上要扼杀死你 就是要搞死你 就在这样恶劣的国际环境下 尤其包括中国 咱们回头一下想一想 毛主席领导 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面 消停过吗 我们的四邻街 建国一周年不到 朝鲜就战火纷飞 然后越南 法国的印度支那 然后这个中印 西藏还平叛 接下来就是中印边境 然后中苏论战 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 中国事实上是参与了 只不过是没有公开参与 只不过是没想看 练长一样 派出名号叫志愿军 其实我们是派了兵了 几十万 中文人警察军 穿着越南人民军的军服 戴着他们的绿帽 都去了 以高炮部队为主 军事顾问为主 自始至终 要不怎么最后尼克松 要从越南 这个泥潭里出身 必须得求助于中国 中国要不答应他 不帮他 他是没法体面的撤出的 这就是中国出兵之后 获得的这种战略上的发言权 那么包括永远都存在着的大国之间的这种竞争 你看你今天穷 但你大呀 这就像他们一村 除了地主家之外 地主最害怕的是谁呀 不是第二个地主 或者他们或者村里的富农 他最怕的就是村里最穷的那个 家里养了他们十个二十个孩子那家人 他是最怕那家的 那家要是花过气的 你拿什么富农 什么地主 是不是啊 他一定就是老大 所以房子就一定是这样的 所大家 那么国际关系中 房子就是这样的大国 那么立足于长远 立足于民族的生存 和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这个未来 在毛主席这尤其是毛主席对此早有认知 七家中全会的就已经明确了 我们要建立建设一个工业化的中国 要优先发展工业 七家中全会的时候说的非常明白 朝鲜战争打了两年零九月之后 就更加坚定了毛主席 这个治国的这个理念 只有优先发展中国业 并兼顾进口替代 这种发展战略 成了毛主席的不二的选择 也是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的选择 那么历史走到今天 我都在看多么英明 没有毛主席前27年打下的 中国的全面的比较完整的 国民经济体系和重工业体系 中国没有母鸡的制造能力 中国没有前二三十年打下的 这种这个真正的工业化的 这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化的 这个基础 什么都能造 这样的能力 中美什么贸易战 还有什么今天的什么 这个战那个战 什么他们都没有了 早就把中国给捏死了 你要是靠着79年 邓小平开始主事 搞所谓的改革开放 所谓他妈春天的故事 那套治国理念那种 那种这个这个这个 治国方略 早就死了中国 哪有今天了 贸易战到今天还顶着 习近平还能如此悠哉悠哉 开五中全会制定 未来十五年发展 发展规划发展计划 早就搞死你了 早就成下之盟了 搞什么你搞 这就是我给大家推荐 这个中庆这个愚蠢小猪 特形象的 他那边开山之座 他那个那那那那那 怎么着 比喻的非常盛动 刷盘子还是读书 我们出国的人都明白这道理 尤其是早二十年三十年 出国那些留学生 你出了之后上学 苦要甘休 他妈的一天几片面包 没钱穷得要死 出了出国的机票可能都是借的 每到礼拜四 在墨尔本 这是澳洲是定 一到礼拜四发工资 发那么几个钱 你看到刘一生 他妈的到市场去买 去买 他们鸡翅鸡脚 吃那些东西 买饲料去吃 吃鸡改善伙食了 都改善伙食了 但是另外一种人 来了之后就不像第一种人 就宁肯这么吃苦受累的 也要把这个书读完 拿下学位 然后再琢磨在澳洲 这么留下 安身黎明 那么还有一种人来了之后 平时说大大工吧 到餐馆里的给人刷盘子 尽管拿的是最低工资 华人老板 中餐馆 一小时几要元可能是 违法工资 违法实行 但是一天下来 几十块也拿到手了 可以天天喝点酒 吃点荤了 多少人就在这个诱惑面前 就迷失了 所以可能一直到现在为止 退了休了 可能还在刷板子的 很可能退休之前 他这大半辈子 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就是刷盘子过来的 太多了吧 这样的人 但是第一种人 真正熬出来的 最后拿到了文凭 学到了知识和技能 学到了一生的本事 天高热鸟飞了 到后来 你在澳洲也好 你去美国也好 回中国也罢 多少人 大多数吧 都是这个 脊梁了吧 都成了冻梁了吧 个人生活选择如此 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 后发国家 1949年的新中国面临的 同样是个问题 要么呢 就是读书 发奋图强 勒紧扩腰带 学会造东西 建立起自己完整 全面的 重工业体系 国家经济体系 苦是苦一点 工人苦 农民也苦 中国的工人 是九天之上 梁守明说 中国的工人 不也是三十年 基本没涨工资呢 那时候 中国基本的工资 就是工人来说 一级工资差多少 差一块钱 八毛钱可能是 涨一级 也就差快八毛钱 苦不苦 难不难呢 但是 忍饥挨饿 三十年 怎么样 到今天 如此 重压之下 可以 危然不倒 还有资格 跟美国人 在这 抗衡着 叫板着 没别的 我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 什么都能造的 工业国家 美国 现在都不行 尽管 很多东西 我们造的 不是最好的 你比如说 芯片 是不是啊 现在掐我们脖子的 你总不能说 华为的这个芯片不行了 没有了 库存没有了 拿我们自己能造出 那一公分厚的芯片 拿着手机 又回到 这个大哥大时代了 是不是啊 但是 什么都能造 这就是中国的底气 这就是习近平的底气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初这个 中庆 这个刷盘子 还是读书啊 这一群 一群小猪的 这个东西 真是 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 啊 有点啰嗦 再一次推荐给大家 大家去看 认认真 看一看 大手匹 他往往以身在的那个国家 日本美丽 来讲这些道理 讲这些故事 讲日本这个民族 对造东西的执着 日本的工匠精神 日本人的那种 国家历史的认同感 日本的小学生 上学的第一天 老师们到脸上 日本这个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 就看去 这是我们日本造的第一台 这个蒸汽火车 我估计现在中国的老师 要领孩子 这啥破玩意儿 都有高铁 这啥破玩意儿 但是日本人就不这么教育 日本人说 我们这第一台蒸汽机车 搞出来的时候 在事业上都是比较落后 但是 那是我们日本人 自己搞出来的 那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 你们的 享受的心甘心 他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和后代 一代又一代 你看人家这个历史观 你看人家这种传承感 哎呀 我们这个戴亚平 他妈八九年的时候 说了一句算心里话 改革开放 十多年 最大的事物是教育 说的挺对 但后来你改了呢 当然你也急着难返了 是不是啊 日本人到今天为止都认为 你可以享受这个享受大的 但这东西是不是你造的 如果不是你造的话 那你有什么资格享受呢 你的享受感和愉悦感 从何而来呢 你 所以 在毛主席他们的认知里 没有独立的 完整的经济体系 工业体系 在关键的核心技术 和能力上 你摆脱不了 对其他大国的依附关系 你是成为不了大国 也不配做大国的 你像蒋介石 那个 汉阳造的中国 你那什么大国呀 就是面对着日本的侵略 整个太平洋 这个扩张 地区的扩张 威胁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利益 西方世界的利益了 那么你毕竟没别的 你还有几亿人可以 填着个万人坑 还可以挡一挡 日本人的枪弹 所以 这个同盟国里 把你算一份子 雅尔塔会议 都不找你去 因为要瓜分你 是不是 开罗会议 让查开申领着 这个宋家小姐 宋家小秘 好像不得了 战胜日本 成立联阳国 给了你一个 常尔理事国的席位 好像不得了 其实你怎么个事 你自己几斤几两 我相信 常海生 他是心知多美 那配叫大国 那配叫大国 让你管越南 你都不敢去 让你向日本驻军 派一个诗 你都不敢派 你敢吗 毛主席他们那个时候 还有一条道 就是邓小平 时代的那条道 邓小平是依附于美国 然后通过美国 打开了西方市场 做这个 雷刀加工 全做牛仔裤 玩这套东西 毛主席那时候 要想 让全国人民 尽快地吃吃大米 然后让全国人民 往里尽快有肉 他一样可以做 一服于苏联 你彻底一服苏联 就可以了 在惊呼会里面 是不是 给苏联当一小马仔 不就得了 像朝鲜 像波兰 像东德 不就得了吗 像杰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 不就得了吗 那时候东欧 东欧不也是 彭德怀 反而回了不都感慨 吃面包 某黄油 但你看 苏联解体以后怎么样了 朝鲜为什么穷 温铁军先生说的很对 他就脱离了 没有了苏联 没有其文会这个关系了 全完了 他满地的农业机械 没有油了 没有配件了 坏了 他做不了 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所以威人不倒的 整个冷战都结束了 柏林墙都塌了 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只有中国站住了 有的人说 邓小平开枪 邓小平开枪 是站住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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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理由之一 原因之一 但这不是最根本的东西 最根本的东西 是中国能独立 最根本的东西是 毛主席已经打下了 中国政治和经济独立的 最坚实的基础 是毛主席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培养了一代 坚持社会主义 认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这就是当天我们八九年闹事的时候 在那国营大厂门口 我们一坐坐24小时 做人家的工作 求着人家 让人家支持我们 让人家跟着我们出去留 游游行 爸爸拱 没人理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幼稚 这就是中国青年当年的幼稚 这才是 一个是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 第二就是 中国全体 绝大多数中国人民 对社会主义制作的认同 用毛主席1966年的话说 中国的工人农民 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没有这个 你邓小平开个枪 我看看 中国的农民一人一口吐 就把你邓家给淹死 就把你整个的权贵 这些个阶层都给你们淹死 所以不能够 过分的夸大 这个所谓的戒严和6月3号 这个军队进城的事 更何况 他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江山 他们是为了八九亿中国的工人农民的利益 才让部队进的城开了枪 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为了他们的家族 为了他们的儿子们不被清算 是为了他们自己不被清算 那么现在回头看一看 毛主席当年为我们这个国家 为我们这个民族 设计的这一条发展之路 何其的英明和伟大 摆脱不了 你在关键技术 核心能力上 你摆脱不了对其他大国的依附 你没有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 这个工业体系 那么你就成不了大国 也不配做大国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是这个样子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在美国人的眼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在美国人眼里 邓小平时代的这个中国 就是自己一小跟班 他根本没不承认 也没把中国这样所谓的大国看的眼里 他根本不承认你是一个大国 并且经过了几番的这个战略底线的试探 证明了你连起码的意志都没有 尽管用美国人的话说 毛给你们留下了两弹异性 但是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两弹异性 而是有没有使用两弹异性的意志和决心 我想这个意志和决心一直到今天为止 而人类历史上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思路 要搞工业化的了 那么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化的这个国家 无一不是靠着掠夺侵略殖民扩张 才实现工业化的 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但是 中国能学欧美吗 中国能上非洲 能上亚洲 上拉丁美洲去 趴马战皇 用枪炮 去打开一份市场 建立起一大殖民地 建立起日不落帝国 然后源源不断 编材料 然后源源不断从本国输出商品 甚至是鸦片 去奴役 去殖民一个又一个的亚非拉国家吗 无论是从50年的时候 50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能力 还是国际环境 还是毛主席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能这么做吗 不能的 但是为了搞工业化 你发展基础工业 这个长远的利益 那么你就要有投资 投资就需要有钱 有资本 那钱和资本从哪来 你不能搞侵略 不能搞殖民 对内呢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 工农联盟 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你还能够 对内像英国人一样的搞羊吃人吗 能吗 不能 对外老路走不通 对内的老路也走不通 没有办法 就只能通过国家强制 通过政府主导 通过建立各领域 各产业之间的剪刀 插价格体系来垄断价格 然后强行的强制性的引导社会资源 向工业集中 只能如此 只有大家一起勒紧扩腰带 部分的牺牲人民的当下的福利 让全体人民的绝大多数的生活水平 缓慢提高 不能短期的快速提高 那么在整个的各个行业 各个领域里面 农业又是中国最大的一坨 四九年建国的时候 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国 将近五亿人口里面 百分之八十九十是农村人口 农业人口是农民 那么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因为你不如此 你不用农工业产品的剪刀厂 用农业的东西 这种去弥补 去供给工业化建设 你就不可能完成工业化 所需必须的原始的资本积累 你就没有办法 所以那天有网友 前天吧 一个网友在我的这个当天的视频 也跟我说的非常精彩 他说梁树民说这些话 在会上说那些东西 最后呢 他说毛主席是最不愿意看到 就是农民利益受到侵害 尽管是可控的 但是呢 毕竟农民的利益是受到一定的损害的 因为为了发展工业 迫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梁树民 所言正是说到了主席的痛处 拨动了主席最敏感的那份神经 这话这个评论 跟得非常精彩 是的 毛主席是听说农民受苦 要掉眼泪的人 是吧 所以梁树民 工人农民九天九地 你包括后来 所谓的彭德怀在庐山上 为农民请命 什么请为 为民古语忽略什么的 这些个东西 其实 根本上来说 他们 都是用这个 当下此时的眼前利益 无论代表哪个阶层 当然主要都是代表农民 用农民的眼前的 当下的利益 去挑战国家的长远利益 他们是极容易成功的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彭德怀一直到平反 一直到现在为止 很多人对彭哈 彭哈都这种程度 说他为民请民 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梁树民 实事求是的说 梁树民为农民海源这件事情 颇复得一些人的人心 全国的农民知道 梁树民当时要为他这么 为他们这么争取权益的话 我相信全国农民也都会感激和喜欢梁树民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农民 以农民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个国民的一个构成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小资产积极的 弯阳大海里 用毛主计划说 8亿人口 7亿农民 不都行吗 就这样的一个小资产积极 弯阳大海里 你像梁树民 他们这些人 用农民的眼前利益 挑战国家的长远利益 如果他的话语权 要再大一些的话 那么他是极其 他是极容易成功的 极容易成功的 他会英勇者众 他会登高一呼 众山结下 为什么呢 体绪民情 他为着大家手里这个饭碗 共产党给他画的是 二十年以后的一个饼 而他说 现在就给你往里加肉 所以他们要是登高二呼的话 话语权要再大一些的话 如果不把他们摁住 包括彭德王爷 我就能在庆山 那是要整个破坏 整个的国家 这个发展道路的 那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可能都要夭折 都要夭折 那大游进就彻底是一无是处了 大游进的合理的一些成分 除了刮武风 那些个他妈的 祸国殃民的那些个 死官僚那些作为之外 大游进期间 那么多的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的成就 可能也就要复制东流水了 所以这些人要想挑战 这个毛泽西挑战共产党 那个长远战略的 很容易成功 因为毕竟你重工业投资 工业化建设 这投资大 周期长 是不是 风险又很大 你真正那些利益 可能一代人都看不着 弄不好的一代人两代人 才可能看得到 三代人可能才能享受到 是不是 所以你从另一角度来说 有些人拿着这个农民的眼前的利益 去挑战国家的长远利益的这种做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又极其卑鄙 不地道 不道德 不道德 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这种矫正 非常不公平 所以这种 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卑鄙 但它不一定是完全都是恶意 有的人可能真就是恶意的 用心就是非常险恶的 但有的人 你像梁树明贤人 这样的老学旧们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可能 就是由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 长篷马挂下面 盖着的这个老的 臣的旧的这些思想观念 所以你不能不承认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显得非常愚蠢 那么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回头看 毛主席领导下 中国这样一个千年的农业国 在没有搞工业化的条件下 搞工业化发展 搞工业化 然后这个 这个发展基础工业 最后终于历经图治 取得了令世界位置 侧目的和赞叹的成功 而这个成功 包括今天 中国的威然不倒 都是对梁树明 支流的最好的这个回答 和反驳 梁树明 遇到了马主席 他三生有幸 尤其他的晚年遇到了马主席 那么梁树明 又见证了 也见证了 在七后五三年之后 尽管他 不方便见马主席了 然后就养尊处又给养起来了 但他毕竟又活了三十多年 见证了一个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的 那个新中国的日益强大 我希望晚年的梁树明 能够在认知上更上一层楼 能够从更深刻之处 去领略毛主席的风采 去惊讶毛主席的丰功危机 那么五三年调完板之后 以后的这些年里 梁树明依然有着对毛主席的那份敬意 和那份情怀 这也是事实 毛主席呢 可以想见他心底上 仍然记挂着这个和自己同龄 然后呢 1918年 就见过面的 就相识了的梁树明 李星在评论里跟着说 梁树明1918年 这个拜访杨昌记 杨昌记他们家的门童 这太有范儿了 这毛主席给杨家做门童 那么后来呢 56年57年 整风反右的时候 一开始梁树明没有说话 后来接受文化报记者的采访了 接受了一次采访 那么这不仅是他在此间接受的 唯一的一次公开的这个露面 公开的一次采访 而且呢 他谈话内容也比较特别 那个记者呢 问梁树明 为什么不愿意为国事发表意见 梁树明怎么回答呢 梁树明说 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捉鉴可说 该说的还是要说 但是因为我没有真知捉鉴 然后接着就告诉记者 他年年外出视察 然后每次回来都有报告 上交给上来 这样的话 他也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那么他也呢 谈到了这个 这个当时 买社会上知识界 大家都在谈论的一些 整风时候谈到的 共产党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一党代政 劳动教养等等这些问题 但是谈到整风的时候 话他就多了 他就多了 他怎么说的呢 梁树明 梁树明当时说了一句 说了发自肺腑的 说了一番话 他说我实在感到 毛泽东主席好 他英明大胆 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 争取了主动 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 避免了人民的损失 他说 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他说你看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 到这种程度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他这么伟大 为这个国家 做得这么好 做得这么多 说到这儿的时候 梁老先生竟然声音颤抖 山人立下呀 眼眶红了之后 接着就山人立下 老人家 接着他又强调 他说整风 领导党的言论 开放彻底 要尽量的放开 而说话的人 也必须抱着 解决问题的态度 实事求是 不要把许多问题 过于夸张 不要把知之节节的问题 也兜上来 那样就不大好 如果再带点发泄 情绪就更没有味道了 这梁先生真进步 53年到57年 4年的时间 梁先生真进步 他发现当时 他听到了一些右派 在试图冲撞着 共产党 给他们设定的 最后的政治底线 他听到了这些东西以后 他也算是对这些人的一份警告 他说你们再这么发现 那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也算是梁树明能看到 看出来了 这些没有用心者的 那浅浅浅的 越越欲试的 日益膨胀的政治欲望 毕竟他跟他们在一起 混的时间更久 是不是 所以我说梁树明先生 进步了4年 那么到了王大命期间 梁树明先生也没有受到 什么多大的冲击 竟往批林批孔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又来了一点骨气 三军可多帅 皮肤可多吃 72年12月26号 主席生日 梁树明先生把自己的手稿 中国理性之国 这一本书的手稿 作为特别的贺礼 请人代诚 送给了毛主席 74年 周恩来著名的那次讲话 国庆25周年的招待会 然后当时 文革期间受冲击的 很多当权派 或者什么干嘛 民主人士 专家 教授 什么 这都不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国庆招待会 盛况空前可以说 然后招待会之后 有个简报 关于这次招待会 说多好 大家都感谢 看到了祖国的这个成就 然后都赞为祖国 然后祝福毛主席 怎么怎么怎么 给毛主席写了简报 毛主席看完以后也挺高兴 然后做了一个批示 他说什么 他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 就把那些民主人 是什么的名单都拉上了 看那名单 他毛主席说 这些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 可惜没有周扬 梁淑明 周扬来当时他们没邀请梁淑明 毛主席说可惜 梁淑明到场该多好 所以说毛主席没忘了梁淑明 那么80年的时候 梁淑明与哈佛的这个博士 艾凯 然后有一个对话 最后成了个书 就是我们一开篇就说 这个时机会好 然后艾凯就问这个梁淑明 说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 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 梁淑明 既没说是孔子 也没说其他人 而认为是毛主席 梁淑明说 毛主席这个人 我跟他接触很多 他是雄才大人 那是很了不起 而且他没有什么评价 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 他都是单身一个人 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 这样一个光神 一个人 他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 实在是了不起 实在是了不起呀 梁淑明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中国人物 无论是历史上 还是人在事的 在事的那时候 他说恐怕还是毛主席 毛主席实在是了不起 恐怕历史上都少有 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伟大人物 毛主席整个的创造共产党 没有毛主席 不能有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 百分之百的事实 他又强调一遍 梁先生说他自己始终难忘毛主席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 偷心窝子 跟艾凯博士这儿 1983年 90岁 90岁的梁淑明 来到湖南 站到了韶山毛主席的故居前面 回想起当年他和毛主席的那次叫板和争论 茂迪之年90高龄的梁先生哭了 在毛主席的故居前 故居前 哭了 不光哭了 他还说了一番打动很多人的话 足以打动了每个人的话 他说 由于我的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全部顾毛主席 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 当众与他顶撞 促使他 在气头上说了若干 过头的话 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 言语失控 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 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 这件事要发生在蒋介石身上 他底下的特务 早就叫梁淑明拿人头来了 现在看毛主席是对的 特别是在对待我个人的问题上 毛主席 金怀大度 心胸豁大 关心我这样的民主人士 其情其理 感人至深 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确实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真诚的朋友 最后梁老先生感叹 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 是可学不可及的呀 1983年 后来又有几次 聊起53年的那件事 梁淑明 每每都是 特特别特别的感伤 他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 讲话不分场合 使他很为难 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 这是我的不对 他故事已经十年了 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这是梁淑明 关于53年的一场争论 留在世上的 最感人 也是他最后的声音 所以53年 梁淑明叫板毛主席 毛主席批判梁淑明的错误 反动思想的 这一桩历史公案 我们就这样 定论了吧 梁淑明 我们就说完了 从明年起 我们说王振 说王振上将 我们说说王振这个人 我们说说王胡子 八十年 1980年代 为了新疆 为了西藏等等 少数民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 这个 少数民族问题 这个王胡子 如何大战 胡乱邦 谢谢大家 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